不是特别关注 大概知道吧 有几个候选人 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吧 就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但了解的不是很深入 大致了解 但是实话我觉得都差不多 因为都是在做一些 有点类似于政治表演一样的东西 你也知道 在台湾 至少在我看来 大家的风格上来说 就是过度夸张了一些表达观点 其实做的事情 本来说相差不大 对这几位候选人 您对哪个印象最好 印象谈不上 因为我不选举 所以我只是看看报道 估计也就是 蓝党和绿党这两个选举人 我觉得谁上来都不会改变 海峡两岸的大的格局 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 没有太大的选择性 谁上都一样 最后海峡两岸关系 还得往好的方向发展才行 我觉得可能对缓和大陆 跟台湾的关系可能好点吧 民进党吧 民进党 民进党会好一点 我觉得是 是吧 是一位女性是吧 对是一位女性 蔡英文 对 那你需不希望一位女性担任台湾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希望 我希望 我觉得女性参选 我觉得有她自己的特点 而且执政 她可能跟那个 那个别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我支持 我希望 那肯定还是希望国民党啊 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 反正长久以来 就有这种 自己的一些情感在里面吧 因为对里面的话 两派的具体政策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能从我个人的一个 感情吧 毕竟国民党 还是从这边出去的嘛 是吧 满意就在这几年吧 这几年 我现在政策还不错吧 对大陆的话 还算是比较亲和一点的嘛 两岸关系应该还行嘛 我觉得哪个 台湾人民喜欢吧 他们选出来 谁就是 适合于他们的 就是最好的 我认为是这样 那你觉得大陆 应该怎么样去 处理 如果是太英文 民进党 他们选上 应该怎么样处理 这个这样 我觉得 目前来看 至少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一直 两岸关系 并不是 很多的冲突 我觉得一直都是在向前走 并且 基调也是很和平的 所以说 在未来的几年 甚至于几十年当中 我觉得 应该也都会保持 现在的基调 我觉得 中国人 不管大陆人 台湾人 都是觉得 都是中国人嘛 都是同一个根 这是我认为的 如果他们 觉得他们不想 怎么说 就不想跟祖国统一 不想跟大陆统一 那他们选择 我认为 这个 好像跟中国大陆老百姓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这都正常的问题 是 他如果当选以后 他的政策肯定要做出调整 这个竞选嘛 是竞选 实际上上位以后 该做什么 他肯定得从 整个台湾的 整个的这个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党派利益出发 否则的话 他也不太好做下去 所以我相信他的政策 会有所调整 竞选嘛 总是打竞选战 所以可能口号提的更激烈一点 这个在美国也都是这样 所以我都很习以为常 这个毕竟你是要为台湾这一块 那么多人 2300万人的这个服事考虑 我相信他不会做得太 太激进 或者说跟现在的政策 彻底那个脱节 我相信他不会这么说 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那当然这个大陆这边 肯定会有相关的反制问题 那这个就是 又一轮的新的这个 两边的角力可能会出现 这个就交给政治家去解决了 不会倒退 毕竟大家都是血缘相同的人 而且大家都是越来越理性 越来越open 对吧 大家互相之间的信息 获取的渠道也越来越多 素实话 我也很理解台湾的 大家都在想些什么 我觉得台湾通过网络上来了解 也都在知道大陆在想些什么 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分歧 台湾的民主选举 你怎么看 就是说是不是 将来大陆发展的方向呢 这个不太好说 我觉得选举嘛 总归是如果有权利 表达自己的这个 选举的意愿的话 总归是件好事 大陆这边的话嘛 其实在村一级啊 各方面其实也有选举开始 当然如果像推到台湾 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短期的应该不会 不会实现的 对不太可能 对因为两岸的政治体制 还是不一样 对对我希望是 我希望是 我也想就是说 大陆能参与这种竞争 这种盘选 我觉得应该是 毕竟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嘛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往这边靠拢 所有老百姓都会有这种想法 民主是肯定是 是现在社会 国际社会中 我认为是 应该是最先进的一种制度吧 中国肯定也会往这方面走 只不过时间会长一点 作为公民来说嘛 大家都希望 国家更加民主嘛 这个是这样的 其实在别的国家也一样 在美国 在台湾 其实台湾也不是说 选举了 就一定彻底民主了 它的各种方式上 其实也还是有很多 值得往前 再往前走的 民主主是一个 不断渐进的过程 台湾也得往前走 不是说选了总统 民主就结束了 或者说就到顶峰了 包括他们选举中 出现的很多的弊端 其实是有的 这个还得往前走 对 无论是从上层来说 还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 都是不停地在往前走 社会不会倒退的 我觉得民主 肯定是这个国家的诉求 这个领导人都已经说过了 中国肯定要 往更民主化的方向走 这个 这个是很明确的 对 没有说不民主 所以也不会这么说 因为看现在这个世界上 大的潮流吧 可能还是这种 有选举的会比较多一点吧 主牛是如此吧 你喜不希望 就是说有一天 你也手里能拿着一张选票 去选你想要的领导人 或者你自己想不想参加竞选 当然希望了